那個大陸就叫30而已嘛 它就是完全在談30歲的焦慮症 好像有點像跨年了 好像2020年的12月要進2021年 我勢必要趕快完成一些什麼 就覺得自己是不夠值得的 每個人都會有這個感覺 然後在20歲的時候 我就定下我的人生目標 在跨30歲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前面的累積 讓我覺得我比較放心的跨過去了 大家好 歡迎來到愛波外出中 誠與身心靈平衡 今天非常開心的邀請到了 WE HAIR天母的藝術總監Maggie 嗨 大家好 我是Maggie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一個題目叫做 姐給30歲妹妹的三個小貼士 要給就是30而已 不夠非常焦慮的你 一些可以新增帶著走的新思維 我覺得Maggie蠻厲害的 就是現有有廣大粉絲 而且又在做客製化的髮型 那是幾歲的時候 開始想要往這一條路去走 我大概是18歲的時候 我覺得我對美髮這個行業很有興趣 然後我也去嘗試 嘗試之後呢 我在20歲的時候 我其實有稍微離開一下本行 那就是為了要試探我自己 對這個行業的用情 對 用情有多深 對對對 嘗試了其他行業之後 發現我自己很愛這個行業 很早就入行了 然後到30歲的時候 你覺得你有面臨過怎樣的心情嗎 因為像我們現在 我自己就是在一兩個月 因為我叫April嘛 這我4月的時候就30了 但是莫名其妙就是有一股焦慮感 然後先前不是就是有一個大陸劇 叫30而已嘛 他就是完全在談30歲的焦慮症 就是我們就是覺得說 為什麼時間好像就是有一股迫切的感覺 好像有點像跨年了 12月要進2021年 我勢必要趕快完成一些什麼 然後在那完成的同時又覺得自己是不足或不值 不夠值得的 回想30歲你有沒有一些這樣子的感覺 每個人都會有這個感覺 然後我面對這個感覺的時候 會回想我在20歲的時候我就定下我的人生目標 其實也很很小階梯的往上發展 對 那我覺得每一個都站穩之後呢 我們心裡會比較踏實一點點 對 那我的小階梯的佈局 我是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每一年我去找一個新技術 然後去學習 對 然後我會想辦法存到那個費用 每年大概會挑一兩個國家去 那這兩個國家的資訊我會在前一年我就找到這個資訊 那我覺得我在跨30歲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前面的累積 讓我覺得我比較放心的跨過去了 中程的目標 設有時候也是確實達到 對 然後中間的焦慮當然也會啊 對 有時候就是喝一杯咖啡讓自己放鬆 有時候就是算算塔羅牌來讓自己找到那個方向 真的 對啊 其實就是你努力的去找到你覺得很安心的方向 這個很重要耶 所以你確實就是有點像是軌道定了 也確定這是一個正確的軌道之後 也是一軌一軌的去執行 在裡面循環 然後循環的很舒服 難免會有一些 嗯 復循環 對 弥妄也是會 那如果送給30歲的大家關於自己 你會想要給我們怎樣的一句話 生命都有美麗的安排 嗯 那我們順著這個安排走 讓心理的焦慮放下 對 Maggie 其實也是相信有一個更大的存在 在我們之上的 對 她相信 無形的之中就是引領我們去走 我們應該要去走路 心存善念 很多事情其實上上會安排 嗯 真的 我這次也是這樣子的想法 因為我聽過一句話 就是 如果你不相信宇宙 或者是你自己的神啊 或上帝之類的 你不相信有這樣存在的話 就容易相信無常 會相信很多事情 時局跟你自己跟別人 時時刻刻都在變 嗯 那我們在沒有掌控性的情況下的話 對於未知就是充滿著焦躁 要找出我們想要實踐的另外一件事情 嗯 而不是就是一直投入工作而已 對 對 就是可能是興趣的發展 興趣的發展 如果說你喜歡旅遊 你可以每一次嘗試一個國家 交情比較好的客戶 他會有一些邀請 邀請我到他們的國家 去玩 去旅行 或是 甚至一起做 做一個 重要的目的 對目的性 當然是希望Maggie幫他們 嗯 量身訂做自己想要的造型 因為他們在他們國家 可能找不到自己適合的 呃 設計師 或因為這樣子的機會 我去過 南非 對 去過巴西 去過美國 那去過法國 英國 哇 那我真的都是受客戶之邀 對 去前往 然後隨便也就可以 安排一場旅遊 就是在當地比較深度的 生活著 生活著 我喜歡那種在當地生活的感覺 這樣好棒 因為客戶賢貝他一定會 滿款待你 至少就是 帶你去他們當地最喜歡的餐廳 對 然後繞一繞 然後就體驗一下 我也當地人的生活 只是這樣欸 他還會要邀請我 就是 一起跟他們去旅行 像他們住南非 我們去了坦上尼亞 我知道 對 我們去了Zangziba那個小島 然後比爾蓋茲在島上 他也有自己的島 而且聽說你也有去印度 嗯 對那這印度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 讓你想去 這是一個類似像是朝聖之旅 或內觀之旅的這種行程 因為我長期都有捐錢給印度的小學 然後幫助他們想要學習 或者是想要資源 更多生活資源 對更多生活資源 但是我貢獻的是小小的行李 2017年他發了一個邀請函給我 因為他們學校要60週年 然後問我要不要去 答應了 但是答應之後 其實有很多小宇宙跑出來 對 怎麼辦 我不會講印度話 怎麼辦 他居然要搭火車過去 而且是一個女生去前進印度 對我們後來台灣 他對人說治安有多差 是是是 什麼什麼事件 對晚上的確就是深夜要下一個火車站 然後旁邊的人都躺在地上睡覺 對 因為車站是他們最乾淨的地方 好酷喔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旅行 所以也是一直在旅行的途中 自我對話 治癒自己 然後也常常就是在世界各地 因為參觀了很多人不同一天的版本 你就會發現這眼界 是一直擴大一直擴大 一直擴大到你沒有辦法想像 所以你這樣回來 你自己的生活的時候 就會帶了一個很厚實的能量 比較難 就是你真的遇到很艱難的古典的時候 你會把那些回憶抽取出來 沒有錯沒有錯 真的 真的 對什麼中國 可能 因為我也是喜歡到處聊天 就是車夫們的一天 遇到的某一個人 一個家人他們的一天 對你就會想想說 真的是大家都在這個生活上努力 努力自己的每一天 尤其是印度又有種姓制度 他們可能這輩子就永遠只能當這樣的人 那你在當下你會很驚訝的 就是覺得自己有多幸福 對 我們在台灣真的很幸福耶 超幸福的 可以做自己想要的姿態 對 那麼如果是說給三十歲的女孩們一句感情的建議的話 Ecky 會不會有些東西想分析 因為很多人也是在這個路口 經過了迷惘他們夜晚 真的我常常出去玩 我覺得另一半的體貼跟包容很重要 然後談感情就是這樣 單身的時候想要談感情 對 可是談感情的時候又想要單身 真的 是不是這種心情 很多這種心情 欸真的很難做到欸 你要互相包容好難喔 所以就是你會覺得說 彼此之間都更多的包容理解 除了這個階段也都 對 除了這個階段我們要懂得內化自己 看了很多世界之後 那我們跟另外一段分享 也許他們有自己從頭來過 或是同時經歷過 他可能在心情上 或是心態上沒有辦法了解你的感受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接納他的不理解 就是要接納 對對對 就是要接納 然後說喔沒關係啊 我可以跟姐妹分享 或者是等到他有一天接納的時候 他再從頭來回憶 我覺得等待 應該主要就是在雙人關係裡面 有點像跳舞 你同時可以接納自己的情緒 就有點像是 這個椅子就是在這邊 好喜歡你講的 好喜歡你的形容詞喔 接納的過程就有點像是 這個椅子就是在這邊 他就是我的一部分 而且我也允許他就在這邊 對 所以就是接納自己很煩啊 接納別人的不接納 接納別人的不理解 接納他在胡 接納他就是不懂你 對 然後把這個課題好像稍微分開來了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規規 沒有錯 那大家還可以繼續包容的 在這條路上走的話 那就好 對啊 不要把感情都想做 他就是你的連體音 他應該要懂你 所以其實有30歲的迷思 的確很正常 正常啊 30歲我覺得 進入到人生的一個道場 就是 愛情啊 事業啊 工作啊 他其實都是要 有一個很平衡的心態 對 各方面平衡真的很重要 但是其實平衡 就很多人也會問我說 平衡是百分之百的恆定這樣子嗎 其實我也覺得不盡然 他有點像是一直在一個流動裡面 找一個穩定感 你每天可能有時候會有點這樣 然後 透過一些轉念一些調整的話 就是隔一天又會有一些流動 可是那流動不會很大 所以就是一直會講求說 中庸知道 中庸知道嗎 我們不要一直 就是讓自己一直保持在狂喜極樂的狀態 因為他相對的交換出去 也有可能是下一秒 毀滅你的一個能力 你有沒有覺得30歲的你 比20歲更有智慧 更有能量 有耶 真的有 在這10年內裡面 經歷過或大或小的事情 都教會了不少的東西 20歲我其實蠻天明天講 天真無邪 頭腦空空 完全不看書 這一本書 只要我手上 是大概一年以上 才有可能會看完 就這樣 愛看不看 愛看不看 然後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外在 就是我很在乎外面的人怎麼看 可是現在走到30 你就會透過很多事情 也願意去面對之後 回頭那麼一看 你就會發現 好多反面的祝福 被我看到 那你越來越理解這個 circle 就像剛剛美妓也有講這個 circle 就會多了一份沉著跟淡定 但是因為集體意識還是會告訴你 30歲 樹必你現在就該嫁出去啊 你現在好像工作就一定要穩定到一個狀態 就大家投射了也不少的擔心上來 所以你也不由自主的會也會焦慮 所以我就覺得我自己感覺是說 與其這樣一直向上堆疊的條件 是不是 大家更看得出自己跟他人的本質 衣服都脫光光了之後 就是已經 好啦裸體了 裸體了 我現在在一個無人島上 對 也只有我那麼一個人 我沒有辦法跟任何人交互作用 情況下 我到底是誰 我真的想要做什麼事 對 對話很重要 對 因為像對自我認知的矛定 跟你去識人 去識別說 這個人不是說好不好對不對 是不是適合你 就很重要 很大本質 我覺得對話完 你一定要可以自己把對話變成目標 不然你又會在一個循環的 囤綁裡 你會發現好多人跟你算塔羅牌會怎麼樣 一直 會有舊模式 就是過去到現在 現在到未來 通常就是一個塔羅都會抽的嘛 那如果過去到現在的能量是長這樣子 大家如果沒有透過覺知去看到這個 舊的circle的話 沒有去把他打破打出一些突破口 他會一直copy and pass copy and pass 對 一直pass下去 對 十年都是這樣子 有一個心理 或至少在感情裡都 或至少在工作裡都是這樣 想要真正的幫助別人 對 那我覺得你現在也是這個樣子 的確 想要透過一些中性的方式去帶領大家看到一些潛意識啊 一些智諭 然後進而去啟發 因為我覺得同時我在可能算牌或讀牌過程中 我也看到了自己 我也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對啊 然後會發生說 原來有人在煩惱這件事喔 因為煩惱他英文不好 那光是英文不好這信念就卡了很久 因為他可能覺得英文不好 代表他沒辦法接觸到更高層次的人 而他也嚮往那個世界 所以就變成了一個阻礙 然後你透過這樣的牌子 你就會發現 喔原來 因為各式各樣的煩惱 錢錢玩玩都有 桃園牌比較像是這次潛意識抽牌 很多人的迷思會說 蛤是不是鬼神在抽啊 到底是誰在幫我抽啊 其實是你自己被主意識排擠 排擠就 推推推到後面的潛意識 潛意識通常會透過夢境啊 抽桃園牌也是 那抽出來之後其實 我就會 因為牌症就開了出幾個卡點或盲點 大家來到他面前講的痛點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很痛嘛 對 就是痛出指數好高 那往下看 或許是透過這個牌症 我可以 就看出了卡片 我們就可以開始聊了 那聊了之後 就有可能會再抵達盲點 盲點是我們雙方可能都不知道 要透過一個 有點像是照鏡子 一起互相討論溝通狀態 才會越沉越深 進而找到的地方 有時候我去 心中有疑惑的時候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能量 對 然後透過這個能量 你可以再 大一點告訴自己 或者是反省自己 或者是提供自己一些 新的力量出來 就不會揪在那個循環裡了 真的很有幫助耶 很見為品 對 大家有一個東西可以參考 而不是朋友 朋友直接跟你講 你可能或許還不見得性 對 而且他們會用自己的主觀意識 因為他了解你 對啊 對啊 大家難免 我們的後面都有長的一串的主觀 對 而在那個時候其實 要給一個很忠心的意見 你身為他的朋友 有人常常說的是 如果要心理諮商也不能找朋友 也不能找家人 因為那不客觀 我們都是人嘛 人就會有一種 我不想要看到你在黑洞裡待太久 嗯嗯嗯 你是我越在意的人 我就要趕快把你拉上來 對 可是那對於一個 心理治癒的旅程來講 不見得是好的 現在這樣子的需求越來越高 對 那我們要 我們要 如何去找出這個 是 對 接下來啊其實我們也會 就是我 我這邊也會跟天母WeHere做合作 然後推出一個 一個服務 是透過內外在的一個massage 內外在按摩 然後去提供一個身心放鬆的空間 來了之後呢 不僅可以改頭換面 透過那個Meggy的喬手 去做客製化的髮型 以及就是做Hairspa 之後呢 還可以上塔羅牌 以及自己的自我面對面 那等一下 因為我剛好要去做Hairspa嘛 所以大家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囉 GO 走 對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